我们先让李老师讲一下好不好 李老师你怎么看文婉 我觉得我们都要练习一种叫做健康的独处 就健康的自处 其实我的儿子现在一岁五个月 我已经开始要练习跟他分离了 我看过太多的青少年 就是那种在高中啊 大学阶段已经渐渐不需要爸妈的时候 我记得很有趣 我昨天晚上我就看着他睡觉的样子 我想说哇有一天你会离开我耶 爸爸怎么办 这其实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表示说我就没有自我了 所以我在当他的爸爸的同时 我要当好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练习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事 其实你儿子不会离开你 他会当啃老舟 这个也是我要预防的地方哦 对对 我看你这句话特逍遥 说什么都没效 这句话 你说你女儿当啃老吗 啃你一辈子 哦 赶快出去 对不对 回去是快乐的事情啊 是 是真的 就是没有这么极端啊 就是我们要让他健康的踏出去 我们是可以祝福他 然后是可以看着他飞得越高越远 但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些人 要怎么过啊 所以我们对于那种就是健康老后 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就是说 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人际关系 自己的活动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一样 你不要不要想说在过年夜 你平常放假没事的时候 大家都要回去过年 对 平常放假你要做什么 睡觉 其实今天晚上我回家一定要 最重要我要做的就是 好好的赶快睡觉 因为我一直很忙嘛 一直都是就是就觉得说 你一直都要重来重去重来重去 根本不是在贪金 因为我的工作 我会自己把它分很多段这样子在做 但是我做得很快乐啊 但是我会觉得今天怎么样呢 大家都回来了 他们待会来包包包包包 他们吃吃的 他们都会回来了 回去我会快来好好睡一層 很好的 因为很好的 紅包太少了我们来过去 红包的重点 以前是爱拿红包出来 现在是收红包 我不会啦 我是红包收起来 我都把皮包都放下去 我也不会去算啦 隔天来算 都没去算啦 但是我老公会 我如果没算睡不着 我老公会喔 我看一眼吧 他现在收到 他现在很怕说 刚刚搞砸了 他会赶快写 这包相片 这包相片 对对对 不然你不想喝 我爸也会这样 他会很怕 他会很怕 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问他说 像包包包 像包包 因为我感觉就差不多 因为我脑筋里面 都会知道说 差不多谁会包多少 因为我讨厌都知道啦 那刚刚文婉跟他女儿说 你不在啊 这个女儿会不会很受伤 我觉得会耶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好意 跟妈妈分享 对 这让我想到 因为我是嘉义人 然后我之前在嘉义工作 然后有一天 我要换工作到高雄的时候 我在打包行李 我爸就跟我说 老了啦 不要爸爸了啦 对对对 那准爸爸几岁 那个时候 大概五十几六十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天哪 我是要去寻求一个比较 就是更好的理想啊 更好的未来啊 又不是不孝顺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对 直到现在我当爸爸之后 那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怎么回应 其实那时候 我是有点生气的 对 我觉得你在绑住我 不知道绑在这个地方 是要做什么 对 后来我发现到 我到我当爸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回应是不是 我就默默的 还是继续收啊 对 我还因为这样跟他吵了 继续不理他 对 也没有不理他 我跟他吵了蛮多次 是我告诉他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比如说那边是更好的医院 更好的发展 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你身边 对 大概这样 不过我现在可以体会到 他想要把我绑住那个心情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一个自我 其实跟王安娟姐一样 他们离开我之后 其实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妈妈呢 妈妈就是照顾爸爸 有两个老伴啊 对 可是爸爸需要儿子在旁边 就是他需要每天看到我 确认我是 比如说我是健康的 我是成功的 我是安全的 那视讯啊 对 他那时候不会用手机 我只知道去年底才帮他买一只手机 对 这也是我比较不孝的地方 不好意思 对 那我会觉得说 我还是要帮他独立培养成一个 帮他想一些活动 你可以做什么 你没有一些老婆啊 或是你跟妈妈可以有什么活动 是你们两个可以自己去的 是 不过文婉是有 自己一直反省自己 的确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迈向 这样讲 迈向一个更好自我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就是心理的整个那个因素 或心理的那个作用的养成 背景都不一样 像那个李医师 你可能你至少要爸爸妈妈 我觉得跟他爸爸妈妈状况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都会去想一件事情 我觉得人 我觉得我感觉我相对自私 怎么说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 从我女儿的整个成长 因为我是单亲嘛 那整个成长过程里面 老实说他其实很缺乏陪伴 可是他就是养成他 其实是独立冠了 那我就去回想就是说 我可以这样子 好好地赚钱养家 把工作做好 然后他也 这个好好地把分内的 什么读书 好好长大什么弄好 老实讲他是配合度 我常常讲他配合度 真的百分之百 那他也不会 我这样这么忙工作 他从来没有说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滴滴擦滴擦 没有一通电话 所以变成说 他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我没有给他什么多 可能就把他养大这样子 可是等到我 他大了之后 他是不是有他的人气 他有他的生活 他慢慢地就是发展出来 他的区块 可是我变成就说 很足足 我就觉得说突然间 我就觉得说 奇怪 你还要来背我 你是不是要背我 可是这个你都忘了说 他也在走他的人生 那我就会想说 那这个如果说等到他 比方说我现在应该讲说 所谓的仪式感跟依赖感 其实那个是 我其实后来才发现 原来在我心里面 其实占据了这么大的一块 因为我本来觉得说不会 妈妈也是很独立 她也跟我讲 妈妈我这样要跟你一样 当个独立的女强人 我不要靠别人 那奇怪 但是我这一块 居然是我没有发现 我这么依赖他 比方说单纯家庭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两个的结构 跟一般的 可能正常有夫妻 有父母的那个结构 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两个是 我是很紧紧的 看到妈妈也会觉得 我不敢去吵他 你要好好工作 你要养我 所以我不能吵你 我也要乖乖地长大 是 然后就是比方我们那个紧密到 比方我后来才发现 我是不是都送他上下学 有一天他大了 他说妈妈 你不用来送我 我自己上学 高中第一天我想说 那我终于出运了 我起来发现他已经出门了 我坐在床边枯萎 那个思路感 我觉得他怎么会不需要我 第二天我又开始了 又是三年 你又开始在啊 又开始在 对 我自己 自己拍摄 我跟他说 不行啊 没有我就觉得 不行 那个是变成不是他依赖我 是我依赖这份感觉 然后呢 后来呢 比方说他现在大了 对不对 可能假日啊 他有他的可能活动 那我就变成他出去 他去跟那个同学 去廖老师的民宿去住了四天 那四天 廖美兰老师 对我几乎我不知道要吃什么 因为我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过去 因为他在的关系 他会 那个女儿都会讲嘛 妈妈我想吃什么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买什么 我都以他为主 因为他一旦他不在 我可以一整天 这那个 我可以什么都不吃 我也没有那个动力说 我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吃 那个空巢感 尤其在那一刻 我才觉得空巢感吃强烈 连吃什么都不知道 在吃 拿那个手机看外送的 找没东西可以吃啦 以前他讲说 妈妈我要吃什么 我就跟着他吃一点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份那种 我刚刚讲的那依赖感 怎么那么强啊 所以我现在就发现 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就想说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来克服跟解决 但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可是就要想办法啦 他慢慢就脱离了嘛 因为他读大学了 接下来很可能出国了 很可能嫁人了 所以你看我怎么弄就好 要努力是好 丢丢丢 你这样好像失恋耶 感觉有用失恋的感觉 可是我不可能为了那个 为了那个什么 一只香肠去养一头猪嘛 一只香肠养一头猪 为什么要用这种比喻 因为我曾经比喻就是说 我不可能 通常是讲牛奶 一头牛 这个是有典故的 因为我有一天呢 这个下了班之后十一点嘛 大家说 比方说郑大哥 拜拜 回家了 回家了 那那个是美秀姐的节目 林美秀 我就说他就说 我还没有 余浩然 浩然你怎么怎么回去啊 因为那个领口 那电视台领口很远 然后那个余浩然就说 那个中平哥在楼下等我 然后美秀就说 我老公待会来接 文婉呢 自己开车 我那哨大街 我上了车之后 我就突然觉得说 为什么 人家有老公来接 都老公来接 我就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开车 我自己去也是开车 不知道 没有 通常总有内煞腻 周老师很少说 这样忍不住 没有 我跟你说 我都OK 老师 我跟你说 没有 总有内煞腻 然后大家说 你要怎么回来 你呢 一个人 领口到内湖又有一段路 你就觉得 忽然间就觉得 天啊 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 记住一个人来 来给我关心一下 那时候会有那个感觉 然后一样 后来就打了台湾代价 没有 一样我Po了文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终于懂 为什么PPT 还是靠北老公 什么2.0 这么多人喜欢Po文 我也就有感而发 这样就Po上去 我觉得文婉也很高兴 你把那个心情讲出来 在我们这种人会觉得说 有时候一个人开车 也很幸福 对 很快乐 但是我想你的感受 又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境界 我说实在 就不能指责 不是指责 是说觉得怎么那么奇怪 不是 后来我跟你讲 很好笑 我刚刚讲到那一句 我就想说 我就告诉自己 我就把音乐开很大 千万不要一时糊涂 为了一杯牛奶养一头牛 然后后来呢 后来网友很有才 就说文婉姐 其实还有另外一句 不要为了一根香肠 然后养一头猪 就这样 原来是 懂吗 谢谢大家